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挺有意思的 我给大家做做对鲁迅和胡适的一些新的认识的瞎白糊吧 首先呢 我对五四呢 有一个新的认识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就老说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 而且呢 宣传的也不老少 但是给我的印象呢 五四是一个革命运动的启蒙 是一个先锋 而且呢 去年有个电视剧嘛 也描写是五四的这些事 是李大钊 陈独秀 鲁迅 胡适 但是呢 通过这本书呢 我进一步的认识 实际吧 五四运动 你把它当成一个革命的启蒙 这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 它是一个文化的革命 它是一个新文化 对中国就是近代史的发展 确实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推翻了两千年以来 整个这个文化推翻了 变成了一个白话文 就是我们今天呢 说的话 实际是自新文化 五四运动以来才开始的 五四运动之前 说的都是八股文啊 或者是那些科举的 第一 大多数是文王 五四的新文化 是把这些八股文完全废弃 开创了普通话 谁都能听得懂 五四是新文化 是完全摒弃了 古时那种知乎者也啊 什么八股文这些 完全是一个文化的革命 当然这个文化革命也很复杂 当时也有人主张 把中国字变成字母画啊 这个胡适就当时特别反对 那下面说到正题呢 就是鲁迅和胡适 这两个都是大师了 其实都是民国时期的 最杰出的大师 尤其是鲁迅 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虽然我从小学鲁迅的文章吧 就是对他的认识 有几经反复 但是到现在呢 我确实是认为 鲁迅是近代史上 而且整个中国文化史上 一个就是屈之可数的一个作家 他描写的人物 比如说阿Q 孔一吉 祥林嫂 这些包括狂人日记 这种符号化的一个特征 你哪个作家能做到 把中国的人性的这个漏邪 揭露的暴露 无疑 这确实是伟大作家应该做的 而且鲁迅对人性的这种 深刻的抛露 确实让人震撼 那同时呢 胡适呢 也是民国时候的 就是整个的文化人中的领袖人物 他是整个民国时的文人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 但是呢 他俩呢 在五四新文化的时候 是共同的战友 都主张是文化改革 科技新国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呢 他俩确实是分道扬镳了 鲁迅呢 是以笔为枪 而胡适呢 却是比较折中 他俩虽然都是留学海外 但是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鲁迅是去师从日本 学医 之后弃医从文 胡适呢 是去的美国 他在的美国191几年的时候 我认为是最最鼎盛的 胡适刚到美国 就碰到老罗斯福去演讲 去竞选 他深深震撼在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的民主制度 跟现在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 所以说呢 他俩的思想呢 受的教育呢 不同 形成的呢 也就不同 胡适呢 他幻想中国是多党执政 而且呢 他主要是想 就是科技复国 科技新国 当然了 他们那一代啊 都是从洋运动什么的 受的影响 而且看到西方的发展 震惊于西方的发展 所以才呢 就是大力主张 变革 改革 鲁迅是卖的步伐更大一些吧 他俩的性格确实是不同 鲁迅骨头真的是硬 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胡适这人其实挺圆滑的 普一请他进宫里呢 聊天呢 他就进 还跟人说是皇上 蒋先生呢 蒋介石请他去官邸呢 他也去 也跟人家套的挺热乎 其实我认为胡适在心里 并不喜欢国民政府 而且对蒋介石也有一定看法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还是挺圆滑的 这个作者呢 当然是更支持一些胡适了 但是呢 他也非常尊重鲁迅 他就说呢 鲁迅 好在是1936年过世了 如果他还健在的话呢 他会怼多少人 我觉得 这完全是有可能 但是呢 我觉得鲁迅的心 是为了整个民族和祖国 扶手甘为炉子牛 腾没冷对千夫之 而胡适呢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折中 其实有一些 我个人认为是不现实的一些 幼稚的想法 就想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 两党 他天真的想呢 我不参与政治 我呢 就是想用文化 用科技 来振兴祖国 但是说实话啊 怎么可能 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摆脱政治的漩涡 还有一点呢 挺有意思 实际他俩呢 都是 很早就订婚 订婚十多年 而且娶了一个 小脚的 大一点的 其实而且订婚 都是十多岁订婚的 而且都反对 这种包办婚姻 因为他俩都是 五四新文化的 带头人嘛 领军人物 但是呢 又都 娶了 这个老姑娘嘛 但是他们也有 他们的难言之意 都是 母亲 早年首寡 给他们带一带的 他们不想伤害 母亲的心 而且对母亲都是 极端尽孝的 为了让 母亲 高兴 他们 这个 不得已的做法 鲁迅呢 鲁迅呢 就不怎么理 胡安 到后来呢 就跟徐广平 跑到上海去了 但是胡适呢 其实一直还跟 他的小脚太太 相处的还挺好的 而且他太太呢 还是挺俗的一个人 好打麻将 反应没啥事干嘛 这就是一点不同 鲁迅呢 根本不理胡安 但是呢 胡适跟他的这个原配江东秀呢 还挺好的 我相信鲁迅这人是比较内向 也没什么花花肠子 胡适可不一样 胡适在美国留学 就有情人啊 而且呢 他结婚之后呢 也跟一个曹姓的 就是远亲吧 也有说不清的瓜葛 其实我就说呢 他处理的很好 就是这人还是很圆滑 不像鲁迅那么刚直 如果胡适留在国内呢 可能下场也很悲惨 跟什么这个傅雷啊 老蛇 你看多悲惨 其实我倒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胡适真要是留下来 他还真不至于 说他即便留下来 他这人也很圆滑 胡适还真的能把这些事 处理得很圆滑 还不一定受的冲击更大 但是呢 由于他这种思想体系吧 他确实是跟新中国这个政治 上层建筑吧 不相容 其实毛主席当年呢 也是想拉他 当然民国的就是文人领袖嘛 但是他始终呢 是不太给面 其实他跟毛主席 也有几面资源 我觉得他多少还是 没瞧得上来 但是人家反倒是成事了 这个呢 他也挺尴尬的 最后呢 我想讲一个事呢 就是我的体会啊 就是每个人吧 其实生活在世上 都会被动的 卷进政治的漩涡 你不管我们在哪里 鲁迅呢 积极的参与进去 胡适呢 其实本心来说 是不想参与政治 我是想用科技兴国 政治我不多参与 但是呢 我觉得他想天真了 人是不可能游离于世外的 尤其他这样的一个文化界的领军人物 要么你啥也不做 当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可能会站在更中立的一个位置上 你站在一个文化科技的前沿 其实这个必然会拉进政治的漩涡 胡适非常伟大 但是我觉得他跟鲁迅还稍稍差了一些吧 今天呢 我就是想看这书的读后感 瞎挨挥一下 谢谢大家再见